可能自己在國外住的時候,也曾經有過這樣類似的通話紀錄 就覺得說,喔,那個感覺是很生動的 還有包含就是後面有一些,呃,他在描寫 就其實那是一些很細索的事情 可是我覺得是,在我看到文字所呈現出來的畫面是非常的完整的 就非常的有電影的感覺 然後剛剛又提到說,其實我們也有提到一些包含蔡明亮導演的作品 那想要問一下老師說,誒,不知道這種近乎電影式的寫法是不是啟發自某些 呃,您個人的過去的經歷,或是你欣賞的一些其他的作品 或是,呃,有沒有...就這部分的靈感的由來大概是來自於何處,這樣 啊,拜託 아,拜託 誒,來自第一問,有一張個語言 它是在尾章的版本,ك稍微有些畫面有些畫面 我一直以為過一張畫面,我沒有說好,我問 Metro您在對阿祖 如果妳可以解釋一下 第二句話,因為,當我看了這張片子的畫面 我认为有很多剧场的剧场是非常活动的 但其实这些是小事件在生活 但是我认为这些剧场的剧场是很具体的剧场 让这些剧场的剧场是非常活动的 但非常具体的剧场 我认为这些剧场的剧场是非常不同的剧场 所以我认为这些剧场的剧场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因为我自己也很久没有看这本小说 所以才赶快复习一下说 后面的图录我到底选了哪几亿 那就是说这后面附的就是一部分是 我自己本身的一个特别的创作形式叫做笔记 那这个笔记应该是要用德文来讲aufzeichnung 那它是一个比较广义的讲说记录 然后还有就是不管是你自己本身的思绪也好 或者是说一个过程之中的一个发想 那通通通整合出来之后 成为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动态的表达兴趣 那因应的这一本小说 我就把后面有几页是 就是关于这一本小说写作时我所写的笔记 那其中呢就有一些还蛮值得各位 仔细看一下还看得清楚一些 其实我对我自己现在这样看 马上会觉得值得跟各位说的是 我其实有一些词我已经不会用中文 因为用德文就比较精准 所以我就直接用德文写 所以里面里面的那个笔记的语言 其实是德文跟中文这样子交错来交错去 那其实这个也呈现出来是说 其实我大概脑袋里面 那个语言的那个分布的话 大概图像化就是各位看到的那种状况 然后再者还有就是说 因为刚刚一直前行提到都有提到说 这一本小说里面其实有主要三组人嘛 虽然大部分的人跟我谈论了 这本小说的话都会把主要的要点摆在徐明璋身上 但是徐明璋在我这一这一页的 这一边的那个笔记里头呢 其实徐明璋整个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是作为这一本小说的时间轴 但是它是不是真的就是那做得稳稳的唯一的主角 其实我个人认为不是啦 但是我就说了啦 这个诠释还是开放给各位读者 所以我就通常不会去跟别人争辩这件事情 应该是我曾经想要争辩 可是我后来觉得说没有 我的立场其实是由个人自己诠释的 所以后来我就比较少讲这些事情了 好 那么这个是关于第一个问题的伟大 那第二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 她是讨厌的 她的想法 她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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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认为 她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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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她的读者 也讨厌 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看 我们看 另一项 我们未来讨厌 她也不可以讨厌 但她是非常趣 她的原因 我觉得 她的思考 她的思考 她非常有关于 她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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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嘴巴上混了 你可以注意一下 在克誌和此群詞 我特朗朗文 跟贼紙一闹 是用各式的本倪 比如 紅别华作词 与了一些东ая原谤 她有为EO 不想在语言 她在试图中的语言 所以她想要试图中的语言 她想要试图中的语言 她的语言 这就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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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的角色 但是当我们看待这些语言 我们看到 在许多语言 是一种重要的 因为他认为 这种语言 是一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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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他不一定 是一种的 他对 其他 第二个问题是 就是我自己喜歡描寫的東西 那就是在應該說我非常傾向使用一種觀察的 觀察的角度跟態度 然後把我所觀察到的東西描寫出來 那這種觀察性的視野 其實也就形成了某一種像您剛剛所講的 像是電影式的那樣子的一種視覺呈現 這很有趣因為明明我寫的是文字 但是問題是你所感覺到的是一種視覺呈現 那如果說要談到我喜歡的導演 或者說我受什麼樣子的電影的影響的話 那我會說我受到那個騎士老師其實影響很大 那麼再來的話 小金安二郎他那一種靜態的 那個永遠固定是離地一公尺我記得是 那樣子的一種視野其實他也很特別 那個是小金安二郎他的視覺以言的就是 就是註冊上兩個的 那個他絕對性的特徵 那麼再來提到蔡明亮的話 除了是說我在小說裡面提到的 提到的不散那一部電影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呼應到說 您剛剛提到的那個投幣式電話 一直投的硬幣 然後去延長延長那個童話的時間 那個可以跟你那邊集點這部電影去呼應 那我覺得是說因為目前的科技實在是進展的太快 那我其實後來來講 後來會有時候會去稍微想一下 現在到底還會有多少人對於那種投幣式電話 然後那個時間到了 然後那個硬幣會噗噗這樣子掉進去的那個聲音 會覺得那個聲音催促著你要把你要講的話 趕快說完的那種那種時間性 我不知道說現在還有多少人有那一種體驗這樣子 這個是我覺得是說在目前這個進展的 這麼快速的時代裡面 這種這一種它也不是復古 可是因為它也變成古物的一種現象 那就是到底對這本小說 或是給人一個什麼樣子的體驗 或者是說它可能只像是一種異國風情 其實我現在也已經很難判斷 對這本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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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常有趣的 我們講話的一種體驗 但這本來講的感覺 是非常有意義的體驗 有些人是学生的 词曲 Yang Shan 是显然影响 自然而言 台湾或日本人 是为了 是为了 在写作中,有感觉到看一剧的剧场 像是在那里面的剧场 在那里面的剧场 会继续放在公司的电话 在公司的电话 但是,正在这种选择,这种选择,这种选择,今天,尽量的选择, 尽量的语言,这种选择,是一种语言之外, 今天,我们电话,我们使用 Skype,我们使用 Line, 我们没有电话,很多年轻人没有用电话, 所以,这是一个语言,她选择, 她选择,这样的语言, 所以,这些语言,是可能性的, 所以,这些语言,是有些语言, 可以似义的一些语言, 但,在现代的语言, 这些语言,是有些语言, 所以,这些语言,是有些语言, 那种语言,是有些语言, 一种语言,是有些语言, 一种语言,是有些语言, 是在语言之中, 一种语言,是有些语言, 我们要注意, 是有些语言, 我们要有点凭言, 因为,我们要不停的语言, 因为,我们会有此语言, 有些语言, 有些语言,